刚刚崇医大哥讲的就是三个步骤 就是如果我们是有行为能力的人 就是20岁以上或是有合法结婚 然后就是去目前就是去医院 进行这个玉立医疗照护资商 跟你的家人还有医疗团队一起来讨论 如果我以后变成 比方说如果我以后变成职务人 就一直躺在那里 那我会想要接受什么样的一个医疗的措施 那我会不会想要插一些鼻胃管啊 或者我会不会想要做一些气切啊之类的 就可以跟医疗团队讨论 然后最后就是完成之后 就可以做一个玉立医疗决定 那这个时候就是写一份玉立医疗决定书 然后再上传到健保IC卡里面 那这个时候以后如果万一真的 我不小心变成职务人 那医疗机构就可以读健保卡 就读到我们的当时的玉立医疗决定 这个是到医院去讲是要 对就是要来医院参加一个 玉立医疗照护资商的服务 那个在柜台就有吗 对就是说你可以跟 每个医院都有个单一窗口可以用 像我们医院可能是社工科 有些医院可能是他们这个 安宁照护病房的各管师 每个医院会有个窗口这样子 现在有很多人那个吗 其实现在询问度很高 其实像刚刚崇崇哥讲的 询问度高 真正去这个玉立医疗决定书的多不多 签署了多不多 目前1月6号开始 我们联合医院目前应该有40几位 有来上传 可是中央主管机关会有 一个正确的数字 那他主要其实想要说的是说 像刚刚失智症 以前是只有一个什么末期病 安宁缓和癌症 然后冰死期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立一个安宁的意愿书 可是现在就是 病主法他刚刚就是有扩大 就是在不可逆转的昏迷的时候 或是植物人 或者是这个极重度失智的时候 也可以来立下这个玉立医疗决定书 主要就是像失智症在重度的时候 他可能会中重度 他可能没有办法吃 他会要插那个鼻胃管 那我们有遇过的案例就是说 他插鼻胃管之后不舒服 他可能就会拔 拔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觉得怎么办 怕他营养不够嘛 就会再把他约束起来 那就变成老人家到那个情况 好像过得不是他自己想要那样子的生活品质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做 因为台湾是医疗法是要保护生命 我们会担心说这个老人家会不会被饿死 或者是说没有营养就会死掉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玉立要决定书 去告诉家人说 在我是极重度失智的时候 我不要再用这些人工营养的这些鼻胃管 简单说啦 简单说就是说你自己要怎么吃 要怎么挨呢 你自己决定 对对对对 就这个路对,对对对对对确实 再继续